2月7日亦有一宗新聞 昨天黃祖嵐有傳跟公司的兩個女兒高層不和 所以拉大隊去開闢一個新的市場 就是國內市場 首先帶了高玲和黃皓迅之類 和張震朗 希望開拓國內市場去試試水溫 這宗新聞很juicy 因為跟公司的兩個女兒高層不和 坦白說 即是余詠山離開後 兩個公司的女兒高層還有誰 一個是姓曾的 一個是姓樂的 姓曾那個跟曾志偉有關係 會不會基於這件事 令到黃祖嵐覺得很難搞 所以他寧願開拓新的門路 這個說法一 另一個說法就是 如新聞所說 兩個不行 我是為了公司的和氣 我開拓一個新的出路 免得爭 這個說法二 另外說法三 其實是沒有不和的 這些只是善稿 為了一些張力 戲劇性 所以就這樣去做 我們從幾件事去分析 我們從幾件事去分析 因為 之前的 新年前的 松草大王 他的新聞 因為 李佳心 有一個 訊息 跟了松草大王說 所以令到松草大王 抽起了TVB的廣告 然後轉頭ViuTV 現在在ViuTV已經在播了 這件事 我們 福爾摩斯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 松草大王 貴為都是老闆級的人馬 一年可以放一千萬以上的廣告 在一個電視台 首先第一 他公司不用 第二 他公司有相當的盈利 否則他不會這樣去做 對不對 所以上必 他除了運氣之外 他的管理或者營商之道 都不是差的 如果他營商之道不差的話 亦都代表他這個人的想法 他的交際應酬 他的一個溝通 都不會差到哪裏 好了 為何他會爆這宗新聞 為何他會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這樣去做 如果我是松草大王 我收到李佳心一個這樣的訊息 一個這樣的電話的時候 當然會很生氣 然後我會怎樣做 首先第一 當然在心裡 揹揹哪個的老母 然後呢 他要作出這樣的決定之前 他會先跟誰說 他當然不會打給阿蜜小姐 他反過來 當然會打給阿蜜小姐的上面那個 那還有誰呢 那還有誰呢 男士呢 姓曾的啦 對不對 那好了 跟阿曾先生說的時候 那阿曾先生會有些什麼反應 那阿曾先生呢 不外乎的反應都是幾種的 第一 陪阿蜜草大王一起抹小姐的老母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就是 跟阿蜜草大王說 唉 好小事而已 沒事的 這樣 OK 第三 他還可以是基於某一些的關係 而 跟阿蜜草大王說 你 可以這樣去做的 但是給我一個面子 有傳啦 就是因為這個阿蜜小姐 跟阿蜜先生是有親戚關係的 這個的 這樣的信息的爆發 會不會是基於一些的親戚關係 而令到這一件事 是 阿蜜草大王受到 然後讓了出來呢 是吧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就是 先是這一件事 我們看到呢 就是 其實 高層與高層之間呢 是不是有些問題發生呢 這樣 然後呢 再之前大概 應該一月中到的時候 那看到 在這個余一 蓋世堡 有一個訪問 接受了余一的訪問 那當中呢 其實呢 話語上呢 我相信剪走了很多東西 也都或者可能簡單說 就是有很多東西沒有出街 那裡面是說些什麼呢 就是 蓋世堡呢 裡面提及到呢 就是說 當初是阿祖南 找他回來 家 還要是任他說的 OK 即是蓋世堡自己開架 哇 那蓋世堡當然覺得沒得頂了 大哥啊 我做了那麼多年 是吧 在TVB 做了那麼久 都沒試過自己開架 那你要我自己開架了 我當然是開一個 我願意做的架 所以 為何蓋世堡 他會回來 然後他提及到 就是說 喂 但是當Role Gay的時候 整個情況 根本就不是祖南所說的 那就是換言之 有一個是節目部的人 而去將王祖南那個的idea 或者做法改變了 但是你記住 這個節目最後是拍完成功出街的 是出街的 那就是王祖南是沒有得去改變那件事 那沒有得去改變那件事的時候 即是當初改了這條橋的那個人 就並不是低層 如果他是純粹一個導演監製 或者是一個PA場務的話 那就不是這件事 甚至乎也都不會是 譚玉英姐姐一個人就可以改變這件事 對不對 沒有可能的 那一定是有一個相當之高層的人 他認為這個節目是應該這樣做 黃祖南說的話 不用聽他說的 所以最後出了那件事 我自己都有看過這個節目的一集 跟你一起長大了 可以見到的 蓋世寶的臉是在那裡焦的 這樣 那那件事 其實 又關於 這一個的 一些的高層 大家的溝通上有問題 是吧 會不會 這個所謂的 黃祖南不上 開闢新路線 已經有前因呢 而之後 可能再有某些事情 而變成一個 引爆的導火線 那好了 再到第三 那你可以看看 就是 高凱寧 張震朗 和王浩信 率先就是做這個開荒牛 上去 去開拓這個 上面的市場 那這個其實做法都是 一個很正常很聰明的做法 因為本身高凱寧已經是在國內 某些劇集其實都已經開始 叫做 有人欣賞他 是吧 那所以呢 上去都是正常 黃浩信更加啦 黃浩信是吧 兩次是低 就是 坦白說 不上去還找誰呢 這樣 那張震朗也是啦 張震朗其實你會見到 就是 一來我會見到呢 這個的 藝人 演員呢 他是很勤力的 那 而TVB也都是 在給他一些機會 那 那所以就是 找他上去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啦 那這個做法 那還有第四點呢 就是 這個的不上開拓路線呢 似乎都是一個劇本上呢 所寫的東西 因為我們大家見到啦 就是 這個的 青春本我啦 那 亦令到 這個的 的 女團 After Class 的誕生 那 你問我呢 那個名字呢 就嚇到人了 就是 After Class 就是 我覺得 有少少是 是 這個名字 那 我們最近呢 見到呢 新年的時候呢 都有留意一下 TVB的 電視 都有 都有 看一下 那我見到TVB呢 那他就有一個 自己拍的一個 一個 一個 Promo 那就是 強調他們呢 開拓著一些 新的路線 OK 那透過一些 年青人 年青的製作 年青的節目啦 年青的劇集啦 那 就令到整個台 整體的收視 推高了2.6點 2.6點 那也都 影射回 提高了幾多萬的觀眾 幾十萬的觀眾 那 那 那 他就不斷強調這一件事 那 要告訴別人 他們的台 是在洗底 那 那 即是也是在轉型 那 之後 新年的時候 也都 來了一個Super Tiger 即是 好奇怪 這些名字 是不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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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改發的名字是認為大家容易記的呢 很神奇 我覺得Super Tiger和天線得得B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整個概念上是 那這一個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做呢 兩件事我認為是有關的 兩件事我認為是有關的 坦白說其實 在這個年青那條線上面 其實我認為 他們TVB到最後那個自我 Internal 的一個自我檢討 是認為微如理想 而要交數 每年你上市公司 都要交盤數出來給股東看 即使你那條數的成真度有多高 我們不知道 但問題就是你還是要交數 所以 為甚麼他 將那個的戰場 開完一個又一個 開完一個又一個 就是因為他要做到 在智偉進去之後 他要令到整盤數 是帥哥 帥哥的定義有兩種 第一種是開完 第二種是折留 折留就很難做 很坦白說 因為有一些老友在TVB裏面 正在做的 其實都還在說 仍然裏面還有一些 不明的外判制度 而那些不明的外判制度 是某以前某高層流下來 那這個不需要畫出場 那所以另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開完 那開完的時候就是 不停要做很多不同的新事 令到show 到給大家體會 那盤數是一盤有潛力的數 所以 that's why 為什麼會達成到 這一個的 北上開拓 新市場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不和 這個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在現場 但是 在一個吃花生的程度來講 已經是相當之 有娛樂城了